在今天下午這一場 超級無敵霹靂 宇宙 無敵霹靂 精彩的 林荺茹也就是小林同學 對戰世界球王樊振東的 這一場比賽 雙方打了七局才分勝負 這場比賽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們來聽林荺茹之前接受過採訪 很多人說她是天才少年 她是少年桌球國手 但她自己說 我其實大部分靠的是我自己的努力 應該還是每一天 可能也是練個 也是差不多六個小時左右 辛苦的吧 也不是就是都是靠天分 如果打到稍微好一點成績 一定都要用努力 就才會有成績吧 辛苦肯定 辛苦但也只能堅持吧 就放棄的話 每一路走來的辛苦就都白費了吧 就抱著去 拼他們的心態去打 拼長心去打 這個比賽來打的都是 世界上最頂尖的選手 每一場的對手 其實都是非常的強大 賽前做好準備吧 然後上場就果斷執行戰術 好 這個可愛的小林同學呢 在今天下午對戰世界球王樊振東 這一場中國和台灣的四強賽 超精采 精采到你知道 球迷說就好像看球賽跟看恐怖片一樣 他們說都快中風了 沒錯 今天下午在比賽的時候 我剛剛在朋友的公司 這個公司因為為了這場比賽 在那個小時完全停止上班 然後會議室讓員工來看 這多麼精采啊 那麼在密集當中稱讚是史詩級的比賽 當然之後非常不幸 在第七局的時候呢 我們的小林同學林玲汝部分是有以11比8 些位的比數落敗 但整個過程前六局非常的非常的精采 咬得很緊 很緊 在第一局第二局當中 兩人各有勝負 但是尤其進入到第三局 非常驚人 到時候打到10比10的Deuce 後面到延長賽 當時樊振東些微的領先 到第四局最最精采了 因為那時候的延長賽打到13比13 最後小林同學以15比13來打敗了樊振東 那麼到第六局又有一次到9比9 所以基本上每一局 斐軒每一局當中 大家都是快心臟病 在中間所有人都是 同學要輸了 所以小林同學基本上都 先前已經幾乎快要落敗 然後又很沉著的 然後把他又贏過來 只是一直到最後一局非常可惜 以最後三分小敗 那麼當然這個部分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當然除了在台灣的媒體 都是非常的高興地在報導 中國大陸CCTV的這個報導當中 首先這場比賽在馬上之後 一直到今天就進入了 中國大陸的微信的熱搜 那麼小林同學也被 中國大陸的網友熱搜 在轉播的過程裡頭 中國大陸的球評盛讚 小林同學將是未來 樊振東的最大未來的潛在敵人 而且對於我們小林同學當中 非常冷靜 一號表情 看不出緊張 看不出悲喜的 這個狀態當中可以非常高的評價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等著看 他能不能贏得銅牌了 好 所以有網友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副作用比打疫苗還恐怖 其實樊振東也是天才型的球員 他十歲才開始練球 沒錯 講到這個樊振東 事實上他今年二十四歲 所以我們的這個林暈如 沒關係十九歲 他會老 我們還年輕 所以沒關係決戰下一次的巴黎奧運 不過講到樊振東 他是從2018年四月蟬聯世界的第一名 一直到現在 那他跟這個不少的中國運動選手 其實一樣 就是家裡出生滿貧困的 他的雙親都是工人 而且長期都在外地工作 所以等於樊振東從小 就是阿嬤幫他帶大的 那他們家其實是很窮困 剛剛講過就是 重溫到什麼地步 連學費都付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他當時小學會選擇 參加這個桌球隊 原因很簡單 你參加桌球隊 學校給你學費減免 另外你還有免費的營養午餐可以吃 所以他父母說不錯 就是為了這個生活的因素 所以他就加入了這個桌球隊 那他從小就開始 其實表現得滿亮眼的 他十一歲的時候 加入所謂的八一桌球隊 你知道什麼是八一桌球隊嗎 是中國解放軍 中國解放軍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桌球體育大隊 那十一歲就加入 其實他是一個小國家隊 等於說國家會灌給你很多的資源 他加入了這個 等於說小國家隊之後 其實他表現非常的厲害 他十一到十五歲的時候 他已經橫掃這個世界青少年 男單 男團 還有混雙都冠軍 所以十六歲的時候 他就被選入正式的國家代表隊 你知道加入國家代表隊 對樊正東來講是人生的轉類點 因為我剛剛講 他加入桌球隊是為了要脫貧 可是等到他加入中國國家代表隊的時候 是已經要到致富的等級了 怎麼說 因為如果在中國 你只是一般的運動員的話 你的年薪大概是十萬塊錢人民幣 但是一旦你被選入中國國家隊的話 你的這個起薪是五十萬人民幣起跳 可以到一百五十萬 那這個還不包含你的出場 出場獎金跟出場的這個比賽 那個還可以再加一百萬 所以對樊正東來講 這個加入國家代表隊 讓他慢慢走向致富之路 好 所以樊正東自己都講過 他說我小時候真的家裡很窮 所以我每次比賽拿到獎金 都是交給爸爸媽媽 樊正東來以後 現在是自己在 自己可以自由支配還是得 讓他們幫你幫我 對 給他們 對這塊管的表演 全部都得上交嗎 對 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拿了多少 然後該交得交 反正他也不會虧待我 也是不容易 對 這個國家代表隊 當然讓樊正東名利雙收 可是國家代表隊沒那麼好待 因為他們裡面有一個 非常嚴格的這個魔鬼教練 就是他們這次的總教練劉國良 他是怎麼樣訓練這些選手 他有一套非常厲害的技術 叫做熬陰 熬陰就是熬你的意志力 就是讓你三天三夜都不睡覺 你從早打球打到晚 打到六點鐘吃完飯之後 從晚上七點開始 一直到隔天四點鐘 就再開始做戰術的研修 然後四點完了之後 還讓你去看錄影帶 然後討論這樣的戰術 隔天早上繼續起來熱身 熱身完之後輸的人 還要跑一萬公尺 然後一直訓練到晚上 然後又再開始戰術研修 這樣三天三夜不睡覺 就是要訓練你的意志力 所以你可以看中國選手在場上 他們的意志力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那除了這個意志力的訓練之外 那還有劉國良最厲害的一個絕招 叫做人肉發球機 什麼叫人肉發球機 你看喔 就是劉國良在旁邊放一大桶球 他就開始一直發 一直發 他形容說比日本的那種發球機器 都還要精準 你知道這樣發 你不要覺得很簡單 那個樊正東說 他這樣子打打打打打打 打一桶球下來 他雙眼發昏 那個腿都軟了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選手說 他打到都反胃想吐 你就知道這個人肉發球機 這麼的厲害 所以在這樣長期的訓練之下 這些中國選手 都練就了一個非常精準的技術 曾經有一個節目去採訪他們 多厲害 你看喔 他把這個打火機 小小打火機 放在桌球的邊緣 你看Q一聲 要精準的打到 非常精準的打擊 那另外也是一樣 把這個寶特瓶放在這個紙杯上面 也是一樣精準的打擊 所以這時候苦練多年的技術 才能練就這樣子的精準打擊 在桌球場上 幾乎在國際大賽上 我們經常看到的是 中國人自己打中國人 對 但是代表不同的國家 這個非常有意思 那當然這次在中國大陸的表現當中 過去從2012年 中國大陸包辦了所有的 全世界的桌球比賽的所有的獎項 但是這次奧運當中 在這個男女的雙打當中 沒想到竟然輸給了日本 而且在當天晚上的央視當中 竟然還出糗了 還恭賀了這個許新劉詩文 兩個他們說他們能夠摘金 事實上他們是輸了 還鬧了這麼大烏龍 所以說這一次當中 畢竟一定會受到 中國大陸很大的部分的檢討 只是說我們仔細來看 在中國大陸 其實我們在奧運場上 這幾年長久以來都看到 不同國家在對立 可是怎麼在上面 看到的全部都是中國人 主要的是因為 很多中國的選手 要入選國家代表隊 他們可能很有實力 可能後來沒有入選之後 那怎麼辦呢 像今年 今年的東奧的當中 代表南韓的選手的叫田智希 田智希原來他就是 自己是河北的選手 家裡是桌球世家 但是後來他在高中畢業之後 沒有選上代表隊 所以他怎麼辦 他還想再打 所以他後來決定規劃韓國 到韓國去當國家的選手 代表韓國來打 因為中國高手太多 沒辦法出頭 他騎不上去 可是他在南韓 就一把的高手 這裡還有更厲害的 就今年也參賽的 不是盧森堡 盧森堡的這一位是 58歲的倪夏蓮 他跟我們的張娟一樣 已經參加了五次奧運之多 他已經58歲的高齡 代表盧森堡出賽 事實上在上次的 里約奧運當中 也出現非常誇張的 這裡頭是大概 整個過去在里約奧運 有56個國家 當中有21個國家裡面的 桌球代表這邊 都是中國的規劃的 選手 這裡頭像是在中國跟德國 在競爭的時候 兩隊有六個球員 裡頭有五個 是 都是中國去選手 大家都 甚至都互相認識 而且事實上包括我們台灣 台灣如果你還記得 是我們這個年紀 當時規劃 從中國大陸 非常有名的選手陳靖 他當時規劃台灣 代表台灣出賽 獲得了在美國 亞特蘭大奧運當中的 台灣第一面的 桌球的奧運的銀牌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所以全世界 有很多都是中國去規劃的 然後他們批各國的戰袍應戰 所以在桌球場上 你會經常看到中國人打中國人 其實這一次的南丹金牌戰 也有可能是 樊振東和馬龍的對決 沒錯 而且事實上在這過程裡頭 其實後來都會發現 一方面是他們也把中國大陸 很多選手送到國外去 二方面在中國大陸 2009年就開始引入了 讓很多國家的選手 包括我們的莊職員在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都到中國大陸去受訓 這當中受訓最有名的 就是前陣子緋聞 不是緋聞 就出現一些爭議的浮原愛 那麼日本的國寶級的浮原愛 當時在先前嫁給我們的江洪姐 當然他們前陣子 已經正式離婚了 這次浮原愛也重新在奧運當中 擔任了富士電視台的球評 那麼他在當球評的時候 對於中國隊 因為他從小八歲的時候 就在東北學打桌球 所以他整個在中國的球迷 都非常喜歡他 因此他這次當球評的時候 過去他是對中國 日本跟台灣隊 都特別的加油 但是今年因為他離婚的關係 他還是對中國很加油 對於日本也很加油 可是對台灣就比較 稍微冷淡一點點了 那這次浮原愛算是 這次桌球奧運當中 一個非常特別引人注目的花絮 那就是中國的養狼計劃 對不對 幫別的國家養狼 對 好 上次哥所說的就是 2009年中國啟動的養狼計劃 但養的不是自己的狼 是國外的狼